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無聊生活紀錄引 今次想談談車上自動波是有什麼波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用P波、R波和D波 我相信大家對這三個都不陌生 所以我也不會詳細說這三個波 甚至S波我之前在停車場那一輯 也有說過S波是怎樣用 接下來我們會用N波做主題 當大家留意看清楚的時候 其實會看到中間還有一個N波 N波究竟有什麼用呢 我們平時考車或駕車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用到它呢 我分享我的個人經驗 我比較少用N波 即是俗稱的粒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新式的車 基本上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踩著駕駛或拉手掣 基本上已經足夠了 還有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這樣入N波又入D波的時候 好像那個傷害性更大 所以我自己沒有經常有一個叫做轉波的習慣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怎樣 又或者自己的習慣是怎樣 都歡迎在下面評論區去說說 我自己知道 如果N波是拖車的時候 基本上會用多些 最終都是要看一看 你拖車的時候會不會是攝起你的輪 如果攝起了兩個輪 然後拖車師傅 直接有兩個輪 在墊底 浪起了整架車 基本上 都入P波都可能可以了 到時都可以跟回拖車師傅的意見去做 我自己也覺得 如果你是入P波、R波或D波的時候 都會逐格逐格好一點 不要一下P波拉到D波 感覺都比較傷 說完N波的用途 和自己的小小習慣之後 就想再跟大家聊一下 學車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一定要入N波 假設是紅綠燈停了之後 拉手掣就入N波 在我自己學兩次車的途中 其實師傅也沒有教我 停紅綠燈的時候 拉完手掣就入N波 就是掉波 為何會這次衍生了這個問題出來 就是近日有觀眾問 究竟學車的時候 需要入N波 對於我自己來說 以第一個反應聽完之後 正常應該不需要 因為我自己沒有這樣的習慣 還有師傅也沒有教過 就想大家看完這條片的時候 歡迎在下面評論區 去討論一下 究竟學車停車後 究竟需不需要入N波 還有是不是因為不同的市場 又有不同的規矩 所以就是停了紅綠燈之後 就要入N波 這個我都不太清楚 希望各位校生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告訴各位觀眾 我又在想 如果我們考試的時候 假設真的拉手掣入N波 如果我那一下 真的忘記入D波的時候 我們裡面是黃色紙 有一個叫做空波滑痕 那是不是就是衍生到 如果我真的忘記入波的時候 就變成空波滑痕 就變成一個嚴重 直接失敗了呢 還是我們根本就 紅綠燈的時候 是拉手掣入Brick Lake 已經足夠應付到這個考試呢 因為做多一件事 就是入N波 然後忘記入波 就導致多一個犯錯的機會出現 大家都是希望可以 一滴通過我們的考試 所以就很希望大家 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以上都是我個人經驗 以及分享 如果大家有關考試和N波更多的知識 就可以歡迎在下面的留言區 和大家一起討論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